台上舞者活力十足的表演炒熱氣氛 十二支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哨棒队 两百多位选手齐聚一堂 场面非常壮观 第三届WBSC U12世界杯哨棒锦标赛 将在周五于台南点燃战火 并请到风靡全球的Peanut家族漫画 Snoopy等角色担任代言人 让现场增添Kawaii的气氛 世界棒雷走会会长Ricardo Fakari 特别飞来台湾共襄胜举 台南市长赖清德也用英文 向所有贵宾和选手表达欢迎之意 今年包括古巴 美国 日本 南韩等竞女都有参赛 这样的大阵仗让台湾小将既兴奋又期待 就有挑战性了 然后也会有点紧张 很兴奋 我带动气势 就是鼓励 鼓励那些我的队员们这样 兴奋啊 就看到很多 可以跟他们那个比赛 古巴 他们打击很强 中华队目标将冠军奖杯留在自家 重返首届的封王荣耀 总教练黄玉祥也期许小球员把握难得的国际大赛机会 多多学习累计经验值 小孩子比赛嘛 他们有没有办法去掌控 有办法试试地去发挥他们自己的实力 因为这是他们小孩子本身的临场反应嘛 本届比赛将从24号起展开为期九天的赛程 并由未来电视网带来转播服务 喜爱帮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咯 未来体育新闻台南采访报导